在秦勇坑中挖掘出的众多秦始皇兵马俑里 唯独有一个兵勇与另外两千多位大相径庭 他的脸竟然是绿色 为什么兵马俑里出现了这样一位与大家格格不入的形象呢 有请评论区的大神登场 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姑娘梦游仙境 我是九姑娘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秦始皇林 由于秦始皇林涉及到的方面众多 今天我们只讲几个有所彻重的点 以后在其他的节目里再重细分析 秦始皇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迎政的临寝 始建于秦王政元年 公元前247年至秦22年 公元前208年 历时39年建造而成 临元总面积为56.25平方公里 相当于78个故宫的大小 秦始皇林南面被删 东西两侧和北面形成三面环水之势 依山环水是秦始皇林最重要的地理特征 当时秦朝总人口约为2000万人 而驻林劳役多达72万人之多 据史记记载 秦始皇在13岁继位不久之后 就开始下令修建陵墓 直到他逝世 整个陵园工程还未竣工 秦始皇林的营建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初建时期 自秦始皇即位至统一全国 为期26年 工程规模较小 初步奠定了陵墓工程的规模和基本格局 第二阶段为大规模修建时期 截止到秦始皇去世为止 为陵墓的第二阶段 基本完成了陵墓的主体工程 第三阶段为收尾时期 始皇死后至秦二世 又修建了两年 为陵墓修建的第三阶段 皇陵主陵由地表以上的封土堆 和地下的地宫两部分组成 地表的封土堆高约76米 封土地下隐藏的秦陵地宫 又分为外城和内城 根据考古学家利用先进的 现代精密仪器考察得出结论 秦始皇陵 仅地宫城墙的高度 就高达30多米 皇陵地宫 整体推测深度 更是达到了 惊人的36到150米之间 地宫整体呈道金字塔形 内层宫墙为四方形 秦始皇陵 其实描绘的就是一个 缩略的中国秦王朝 甚至是一个小的中国的缩影 这样的形容并不是没有依据 下面我们就来仔细地分析一下 整个陵墓群中包含了 五官和车马的兵马俑坑 目前已发现四座坑 坐落于主林东部1500米处 对外展出的兵马俑 分别为一号坑 展出的是秦始皇的右军 二号坑 展出的是秦始皇的左军 和三号坑 宫廷侍卫狼卫 即三军指挥部 而四号坑 是一个没有放置任何陶俑的空坑 被认为是原本要建设成为中军 但最终并未建成 这也证明了 离山之座未成 而周章百万之师 至其下矣之说 兵马俑坑 只是整个秦始皇陵建筑群中 最小的一块区域 在兵马俑的西边 有着庞大的呼应 永坑五官车马的 马旧坑群 一为车马粮草的中枢 再往西便到达了陪葬墓区 皇陵的外围左右 以及地宫内层 一探明的就有六百多处陪葬墓坑 出土了五万多件青铜器 并且还在不断的发掘之中 游北向南 含有提供观赏的青铜水晴 和青铜动物陪葬坑 石料加工遗址 外城建筑群 制砖瓦窑群 原室立色 专门负责吃喝的石棺遗址 内层的便店建筑群 铜车马坑 珍奇艺寿坑 文官涌陪葬坑 请殿 珍奇艺宝的辅藏坑 埋藏盔甲与头盔的石甲奏陪葬坑 养动物的怨幼坑 负责唱戏的百戏勇陪葬坑 还有行徒的墓地等等区域 可谓穷奢吉欲 古王和宫廷里的西式珍宝 千奇百怪之物填满了整个墓穴 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 下同而至国 公官百官齐器珍 怪喜藏满之 简单的说就是秦始皇生前在宫廷里的全套装备和人设 都原封不动的将之带入了陵墓 史记还有记载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鸡香灌输 上聚天文 下聚地理 以人鱼高为足 不灭者久之 秦始皇帝宫不仅以水银模拟了江河湖海 抬头模仿了天象 怀疑是一些云朵的壁画 或者是一些飞禽的铜像 低头模仿了地理 以娃娃鱼或鲸鱼的脂肪为足膏 整个地宫里灯火通明 这种奢靡程度真的不是年入过亿的抖音网红 住个豪宅开亮劳斯莱斯就可以想象的 如果把这个拍成段子的话 由于陪葬坑出土了数不胜数的宝贝 陷于篇幅 本视频只能介绍几类重要的文物 每个都令现代考古学家们嘖嘖称奇 1974年3月29日 林铜县村民杨志发在挖井打水时 意外发现了兵马俑 并上报了国家 此事令中国考古学界悉数震惊 早在过去 人们就知道秦始皇陵墓的位置 但不知1.5公里之外的陪葬坑里 居然挖出了如此多西式珍宝 用他们的话来说 坑里的每一块瓶砖都价值连成 至今出土了2000多个兵马俑 考古团队们最初见到兵马俑时 兵马俑衣着武器的颜色还十分鲜艳 五彩斑斓 历经2000多年光彩不减 但是在考古学家们挖出土时 受空气氧化影响 数小时之内彩色纹样 即渐渐剥落消失 只剩下一般大众印象中的陶土色 这也是秦始皇陵层层疑团中的一个 到底秦勇使用了什么彩绘材料呢 如果去过兵马俑坑的应该知道 很多阴谋论相传的真人俑 其实是并不存在的 兵马俑是一个薄壁空心的素体 平均高度超过1.8米 采用了魔术结合的工艺制作 工艺水平之高 空前绝后 以粗土的2000多位兵马俑 神形栩栩如生 姿态阴气逼人 面部表情细致入微 但2000多位兵马俑 又没有发现所谓的双胞胎俑 每个都有独立的姿态与表情 可谓千人千面 现代做陶素和泥素的专家 都尝试过复制兵马俑 但由于其内壁过薄 一入窑温度一升高 整个塑形就垮掉了 更不要说兵马俑原本包裹全身 一遇到空气就脱落的神秘彩漆 以及如何做到 犹如真人一般的 面如生机活灵活现 千人千面的形态 部分制造工艺在现在也是一个谜 另外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 出土了若干饼青铜剑 其中由极饼骨剑 震惊了在场的所有考古学家 那是长度约为84厘米的长剑 出土的时候 荧光闪闪 锋利无比 在土坑中存放了2000多年 竟然可以直接当作开封的冰刃来使用 进入实验室一验 不得了 剑身上居然使用了镀铬工艺 这实际上是一种个岩的化合物 将它镀在剑身上就可以防锈 在此剑出土之前 人类有记录的最早镀铬工艺 是1937年 德国人首次使用此工艺 1950年 美国人把镀铬作为专利申请下来 而秦帝国 这一个恐怖的技术跳跃 一下就把该技术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1980年12月 在灵铬秦始皇陵风土堆的西侧 两乘青铜车马先后出土 分别是一号车利车 也叫做高车 高1.52米 长2.55米 以及二号车安车 高1.04米 长3.28米 两架马车均以正常人马的二分之一制作 铜车马整体用青铜铸造 使用的金银配式点缀物的重量 则超过14千克 两车分别重达一吨多 单个青铜车并不是由模具胶着而成 而是由3000多个零件组成的灵敏机械 还记得回到未来的那一集里 我们提到的安德基特拉机械吗 和这个铜车比起来 简直就是弟弟 两车共含有7000多个零件 内含1000多件金银事物和彩色图文文样的点缀 数量庞大 形态各异的组装零件 对金属铸造和组装的要求 难以想象 每个组件之间的缝隙都插不进一根头发 特别是一些圆形和弧形的构建 是如何铸造开模 并且精细到数千个零件 严丝合缝的组装拼接呢 不得而知 专家认为 修长或大体量的部件 采用空心铸造法 宽而薄的 则采用断柱结合的工艺 复杂的组件被拆解成原件 单独制作 通过活叶 子母扣 销钉和扭环 连接合为一体 这是迄今中国出土的理智最高 形象最完整 体型最大 结构最复杂的古代车马 被誉为青铜之冠 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文物 我国顶级的文物保护专家团队 曾经尝试用古代的 铸钻结合工艺 制作铜车马 均以失败告终 在很多部件和细节上 遇到了瓶颈 譬如专家在制作中 发现各种圆面 弧形的配件 其尺寸比例 根本无法靠常规的 直尺和原规等工具计算 必须使用现代计算机来建模 如果不加入现代工业科技 根本无法完成此工程 除非一体胶筑 那秦仁是如何做到的呢 可见两千多年前 要做出七千多件独立部件 来组装成两部 数米的青铜车马 在当时是多么 惊为天人的工艺啊 在没有进入主林地宫的前提下 仅在外围的陪葬坑里 就挖出了这些 不计其数鬼斧神功的瑰宝 那么 埋藏在秦始皇陵主墓 这个大一统六国 将六国珍宝 悉数纳入囊中的 中国第一位皇帝 天下皈依的秦始皇陵地宫里 到底还藏有多少西式珍宝 实在非五倍可以想象 秦陵地宫曾经被挖掘过吗 这个问题一直以来 都困扰着所有的科学家们 根据古文献记载 秦始皇陵墓被大规模的倒扰 大概就有七次之多 历代都有相关的史料记载 盗墓者包括项羽 赤梅君 石虎 皇朝等 也有汉书刘相传中记载的 墓羊小儿为了寻羊 不小心以火把燃烧了大量秦皇陵的传说 对秦始皇陵大肆盗决最有名的历史事件 就是项羽率三十余万人 持续三十多天的盗决秦明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项羽烧秦宫事 决始皇冢 私收其财物 史记高祖本纪还有记载约 怀王约入秦无暴略 项羽烧秦宫事 决始皇冢 收其财物 罪事 所以多数人相信史书中记载的事件是真实的 但更多细致的研究表明 项羽等大肆挖掘皇陵的势力 可能并没有找到皇陵地宫 考古学家们多数认为 原本秦史皇陵除了地下部分 还有一部分地面建筑群 就是被项羽抢掠烧毁破坏的那一部分 只是年代久远 证据消亡已无从考证 确实也成为了秦史皇陵考古史上的一大遗憾 当然秦史皇陵地宫是否在过去已遭到挖掘 到现在并无完全的证据来证明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其实几万人建造了39年的陵墓 绝非普通小毛贼可以破坏 除去历史上这几次大的 有记载的盗墓事件 科学家们还是非常乐观的相信 秦史皇陵地宫并未真正的开决过 要知道为何至今都不开决地宫 首先要知道一些隐藏于地宫内的秘密 一些问题使得开决工作非常棘手 可以说就算以现在的科学条件 依然不能确保能在保护珍贵文物的前提下打开秦陵 那么是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史记秦史皇本记中有一个重要的记载 令将作鸡弩史 有所穿进者则设之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鸡香灌输 上句天文下句地理 还有很多古籍记在秦史皇内含有巨量水银的事实 秦朝秦史皇一生中唯一表彰过的妇女 名曰八寡妇卿 为其起了一个高台 名为女怀青台 称颂她的贞洁 而实际上八寡妇卿对秦朝的贡献极大 其家族世代锤炼丹沙 丹沙就是现在所谓的水银 中国古代水银主要产地集中于四川东南部 其实就是八属之地 八寡妇之名就来源于此 水银的作用不仅仅可以防止一些墓葬品的快速氧化 具有防腐之效 更重要的是它含有剧毒 具有高挥发性 如果盗墓贼闯入陵墓 则会在密闭的空间内被高浓度的气化水银直接毒杀 在秦史皇陵外围陪葬坑未发掘之前 人们普遍认为司马迁记载的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之说十分荒谬 但近几十年随着科技的发展 考物学家在风土堆多处超大范围测得拱元素异常 超过了正常值的八倍 并在地宫的东南部地下 疑似测得巨量水银 验证了史记的说法 前面我们提到了 秦史皇地宫其实就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国 而这些大量的水银 则是象征着中国的东部沿海 可见秦史皇的雄心一直延续到他长眠的弟弟 另外史记中记载的令将作鸡奴史 有所穿进者则设之 则是描绘了地宫中存在的很多奴剑机关 已从墓葬坑中挖掘出的五万多件青铜器里 其中含有大量的奴鸡 这一点也被完全证实 甚至考古学家们认为 还有更多其他防止盗墓人的各种意想不到的机关 被设置并未被史料所记载 就如雪卫一号古墓九层妖塔一般 史皇之墓在建造规格建造技术上 绝对不会逊于中国其他的任何陵墓 另外在伦理上 一向信奉传承中华文明 对挖掘首个一统中国的史皇之陵墓 必须甚至诱生 要在完全确保保护重要历史文物和遗迹的前提下 方可进行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核心问题 即使到现在的科技手段 都无法确认在技术层面可以保全这些珍贵的国宝 甚至没有一点把握 科学家的研判 由于古墓环境地下尘封上千年 空气气压甚至微生物与外界已完全不同 可能古墓里的环境极度缺氧 使得物品得以完整保存 以陪葬坑的兵马俑为例 原本为彩射 出土后极短时间内就变成了陶土滋射 而相对于环境更加严苛的彩绘 薄画 壁画 漆器 竹简 陶器 木漆的保护 则更加令人头疼 秦始皇陵不同于三星堆 那三个小土堆等其他考古现场 例如规模还算庞大的陕西凤祥秦景宫一号大墓 总面积为5334平方米 深24米 考古工作挖掘了十年 现今研究秦始皇陵工作的考古学家普遍认为 秦陵如果按照正常的考古学 绘图 照相 提取标本 进行探识室测定 渐进挖掘等一系列工作的正常流程 则地宫就需要约400到500年来挖掘 而陵园总面积约为56.25平方公里的其他区域 文物的挖掘难度 简直不敢想象 并不是像各位脑海中想象的那样 拿几个挖掘机甚至顿垢机 往下挖就完事了 地宫特殊的结构和构造 使得迈出第一步就极其困难 一般来说在考古现场搭棚就是第一步 而皇陵就算只开挖地宫这个小小的区域 就要搭一个几平方公里的挖掘棚 其特殊的密闭性 使得挖掘工作难上加难 有可能一打开接触到氧气后就会造成大量文物的损毁 另外地宫深度被推测为至少36米至150米之间 相当于最少12到50楼以上的深度 上层的风土堆为一个山丘 重量极大 底下为中空的地宫 整体内部的详细施工图和支撑结构位置 按照1500米外的兵马永坑的结构来说 如果地宫也是这种板壁和土壁 许多考古学家认为只要挖错一个点 也许就会造成整个山体的塌方 届时即使有数之不尽的西式珍宝 都要长埋于地下 地宫的发掘 涉及一系列的勘测 撰探修复技术 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缺乏先例 没有可借鉴的发掘经验 研究秦陵的中国顶级专家们 都只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从考古学角度来看 推动考古学进步的 是发现本身和发现的方法 错失了 可以把机会留给技术能力更强的后人 但由于现今的方法和研究能力的失误和局限性 而造成历史性的遗憾 面对这种不可再生的资源 和不可逆的历史文化遗产 没人敢轻描淡写的说一句 付学费了事 由于秦始皇陵资料浩瀚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我已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整合和压缩这些资料 即使这样 我最后还是不得不删减了 原本要讲的大量内容 所以看到结尾的您 请务必帮忙 评论转发和点赞 支持一下小弟弟 也就是我 另外评论区的大神们 别忘了告诉我 为什么在两千多名兵马俑中 唯独有一位绿脸的兵俑呢 他到底是干啥的呀 我们下期再见